我是特意選不去面試 那為什麼會進入呢? 我覺得最後就是成績 其他原因是因為我就是兩個A-Live 到A 就收了你了 我想問一下你當時是讀 Law 和 Business 我也是專門選 Account 科目 真正讀的時候覺得難不難? 難 我聽出來我覺得成績真的不差 我也想知道你真的讀的時候是難不難 難的地方是因為我覺得我不是很適應環境 因為始終入到Con U 其實差別很大 我在葵村區大 真的入到Con U 的時候身邊的同學是一些Elite School畢業 所以我跟他們說話好像又不合謂 他們可能會駕駛車回來 所以生活風格很不同 大家接觸的東西可能不同 所以我對三學的興趣根本就不大 對 好像渺少了 但是成績呢 那群人應該全部都讀書厲害 對 再加上他們的家底也好 對 沒錯 我覺得我跟這些人比較差 好像差一個距離 對 我反而是跟外國回來的同學很熟 因為那些同學是沒有家子 對 他們不像普通的Elite School畢業的同學 其實那個學費 我想很多家族都想知道 是不是給雙倍的 不是 我那時候我記得大概是多三分一 多三分一 對 因為那個credit load也是多三分一 正常讀一個學費是三年 以前來說 你讀兩個學費正常來說要六年 但是你現在是四年就拿了兩個學費 沒錯 所以就很傻了 對 還要讀書是多三分一 但是很辛苦 是不是暑假不能暑假不斷上課 當然我暑假也有暑假 只不過是日常會多些課 是 是辛苦的 尤其是conju是那時候很著重 學校 除了現在已經有些 是 我是入了半年 一個時脈一時 即是半年一學 但是我覺得太辛苦了 他們要我一個星期兩個 早上六時起床練習 然後放學 然後放學 不知是去支持社 去Danshire 我覺得這件事是我負擔不到的 作為一個DoubleDV 我是應該放多些社會 所以我很快就決了開 但是之後 我又自己不太專注 讀書 因為這個環境 我覺得不好吃 我反而花了很多時間 去做Rotra Rotra 是一個服務 做community service 的團體 為什麼我這麼有興趣呢 我覺得我可以補足到 我以前沒得出去 是 是 是 那個 那個缺點 是 而 做服務的時候 其實除了幫多人之外 還可以有很多機會 去Travel 我記得我去過 Kofen Hagen 也去過 Chicago 去過大的Convention 也幫過香港去搞一些 很大型的 給學生 當時叫做Model United Nation的活動 這些見識是我以前的 是 是 所以我很珍惜這個機會 很投入去做這件事 是影響到成績的 哦 OK 而我讀得不太好 之後 入場捐少了 但是 因為我在service 的achievement 做了很多 而最後 我在Rotra 拿到一個scholarship 而這個scholarship 是可以避充我英國一年的學費 加上少許的生活費 OK 剛才你說的分數差一點 是 但是也是叫合格的 是 差一點 但是因為你做了 參與這麼多慈善活動 就令到你 總之他計算出來的分數 就是有一個狀學金 是 因為狀學金不是 只是看分數 對 主要給我的原因是 因為我放了很多時間 很多貢獻 在service 我都很感謝你 是 是 20萬 那時候來講 一年去英國再讀一個master 是 完全不用錢 那你生活費都夠了 是不是 都夠了 其實因為我不大小 是 是 其實我不是吃很多 是 是 那你再讀一個master 是甚麼master 那master 是Health Care Law and Ethics Health Care Law 是可以讓你選擇的 是的 我自己任選 總之是學校修理 就可以了 是的 那為什麼你選擇Health Care 我呢 就很喜歡選擇一些很 很偏門的 那時候就是 是不喜歡選擇別人喜歡選擇的 是 所以我去倫敦 我就去Manchester 是 你喜歡讀 很傳統很厲害的 我就喜歡讀 偏門 我當時想 因為IT Law 還是Health Care Law Health Care Law 其實就比較符合到 扶輪的value 是 所以我就選了 然後讀了 其實我從來沒有後悔 因為其實過程和學識是非常好 是 是 那我想問一下 其實 那時候應該很年輕而已 是不是 二十幾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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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一歲 二十三四歲 好像 對 二十三四歲 那讀完master 回來 做事了吧 是吧 做事了吧 做事了吧 那做甚麼呢 你又讀了 然後又讀了Business 然後讀了Health Care 嘩 真的哪有夠你做 哈哈 我也是簡單 但是讀完 Law之後 還要讀PCL 即是一年 我們的專業培訓 才可以做律師 哦 那我還沒讀那一年 那我回來的時候 其實如果真的很想做律師 就應該要 要實習那些 是不是 不是 是一個課程 簡直是要讀一個課程 OK PCL是一年的 那我呢 因為 其實我在英國的時候 已經準備報了 是 那這裡又有個小課程 就是 我報完之後 學校後來 九月才開學的時候 跟我說 你那個IOS 英文學測試 一天 所以我們沒有接受到你 那我那一刻都很生氣 是 因為其實你可以 我三月報的時候 你可以做這個 早點通知 是 但你從來都沒有通知 是 Anyway 就是有這些 可以令自己的計劃亂 但是不要緊 我回到你之後 很快就會找到 一份幾號的工資 在Price Waterhouse Cupid 做 Accountant 因為我選擇多 所以不做 就做 Accountant 其實你讀 Business 都可以做 Accountant 是 哦 OK 因為讀了很多 Accountant 是 因為入行 其實不需要有牌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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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入是沒有問題 那我就很幸運 入了Price Waterhouse Cupid 是 是 我那時候就做 Individual Tax 其實那個訓練都非常之好 也都學了很多東西 但是就是因為工時太長 是 我自己的Job Satisfaction 在那一份工作 就不是很得到很多 因為以我理解 會計的 我們有些朋友說過 就是 他們開頭的工作 然後真的 慢慢通宵 睡幾個小時 第二天又上班 是不是真的這樣 是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也不要緊 因為做律師有時候會這樣 但是 做律師也是這樣的 但是 但Job Nature 是我不喜歡才是最大的 口迴 哦 就是填Test Return 還有看到別人賺幾百萬 為什麼自己的工資差這麼遠 不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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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講這件事 其實就是 別人做這行賺這麼多錢 做那行賺幾百萬 對 這行其實會計都可以很好 對 對 一個過程 還有你有一個耐性 我覺得我自己就是不好 做了多久 做了半年 做了半年 OK 做半年 其實很快就找到你一份工 是 就是在銀行做MT 是 那份工其實也很好的 當然 因為準時很多 是嗎 是 準時很多 還有很多樂趣 是 做MT又會出國 可以訓練 是 MT有很多種 是 專門做這個項目 有其他同期的同行 是做Consumer Banking 或者好實的Banking 我們一堆出國玩 其實出國training 但是玩過過程也很可惜 是 是 見識也會多 因為銀行的planning也很好 每三個月我就轉一次 Department 見識的業務都非常多 而最遺憾的就是 最後不可以在銀行訓練 所以就要轉 是 大銀行也很好 因為它sponsor了我讀PCL sponsor了你讀 是的 那你是同期回銀行的時候 同期讀嗎 是的 是很辛苦的 那兩年是非常辛苦 因為半時間讀PCL 是的 其實下班要馬上奔跑 那時候是沒有地鐵的 是 在香港大學 馬上要上課 然後上到很晚 回家11點多 第二早上班 第二早上班 然後星期六要全任上班 哇 多久啊 一年 兩年啊 很辛苦 其實你也是很能夠讀書 雖然你說得好像沒什麼特別的興趣 但是你的興趣就是讀書 給我 我真的不行 不是 我現在讀法是辛苦的 讀法是平常做的 讀法是很不一樣的 讀法是你每天都要看 是要背很多東西的 是嗎 又不用有open book 是 但是就要看很多case 是的 但是你讀法已經很好 不用 不用 因為全部是open book 但是你也要記得在哪裏 沒錯 所以我是很不易的 那時候我自己 有本書籍 我是畫了圖 然後這個case是這個圖 這個老師見到 等自己方便找 是嗎 是 只要你organize 那些東西 你考試很快速找到 考試是open book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是這樣的 我想問一下讀法 是否要口才很好 好吧 好 謝謝 嗯 owners